随着新篇别有动机上映 青蓝最近又有了话题 先是时隔N个月回应了前男友路川结婚的消息 大方送出祝福 又自曝在心里寄予着别人家的老公高盛远 视人家为理想男友 显然择偶标准又上升了几个档次 此外在片中她也是一群绿叶衬红花 演技爆棚 是要跟陆川正在宣传的新篇九层腰塔争热度 近年来青蓝的作品数量明显减少 她直言以前太拼 如今想减慢工作节奏 不过从目前制造话题的拼命程度来看 显然她心里还憋着一股气 不久前的某天 腾讯娱乐就在青蓝工作室的门口碰到她去上班 为工作忙碌 当天司机开着一辆白色卡宴载着青蓝 车里还放着一大堆行李 似乎是刚从机场回来也是太敬业 青蓝身穿条纹衬衫搭配牛仔裤和白球鞋 长发披肩 本来应该是非常清新健康的装属 只是这衬衫样式太奇葩 直接变身并豪富 走在大街上还以为是哪个医院偷跑出来的 也许是因为近期工作太忙 当天青蓝看起来不太精神 一直微微皱着眉头 几乎素颜的妆容也显得脸色有些苍白 跟这身病号服倒是挺搭配的 虽然造型失败 但秦大美女输人不输阵 当天带了三个助理一起出行 帮她拿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这众星拱月的阵势也是让人无法忽视 此外还有一位助理拿着剧本 看来青蓝又将有星座开拍 自从跟陆川分手之后 青蓝每每出街 不是跟闺蜜聚会就是广发挥市场 要么就是为了工作 已经34岁的她 似乎还未从上一段感情中回过神来 目前还不着急个人大事 只是眼看着闺蜜们一个个都结婚当妈 秦大美女也要继续努力哦 腾讯娱乐独家报道 随着新篇别有动机上映 青蓝最近又有了话题 先是时隔N个月回应了前男友陆川结婚的消息 大方送出祝福 又自曝在心里寄予着别人家的老公高盛远 视人家为理想男友 显然择偶标准又上升了几个档次 此外在片段上 她也是一群绿叶衬红花 演技爆棚 是要跟陆川正在宣传的新片 九层腰塔争热度 近年来 秦岚的作品数量明显减少 她直言以前太拼 如今想减慢工作节奏 不过从目前制造话题的拼命程度来看 显然她心里还憋着一股气 不久前的某天 腾讯娱乐就在秦岚工作室的门口 碰到她去上班 为工作忙碌 当天司机开着一辆白色卡院载着秦岚 车里还放着一大堆行李 似乎是刚从机场回来 也是太敬业 秦岚身穿条纹衬衫 搭配牛仔裤和白球鞋 长发披肩 本来应该是非常清新健康的装属 只是这衬衫样式太奇葩 直接变身病号服 走在大街上 还以为是哪个医院偷跑出来的 也许是因为近期工作太忙 当天秦岚看起来不太精神 一直微微皱着眉头 几乎素颜的妆容也显得脸色有些苍白 跟这身病号服倒是挺搭配的 虽然造型失败 但秦岚美女输人不输阵 当天带了三个助理一起出行 帮她拿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这众星拱月的阵势 也是让人无法忽视 此外还有一位助理拿着剧本 看来秦岚又将有新作开拍 自从跟陆川分手之后 秦岚美美出街 不是跟闺蜜聚会 就是逛花会市场 要么就是为了工作 已经34岁的她 似乎还未从上一段感情中回过神来 目前还不着急个人大事 只是眼看着闺蜜们 一个个都结婚当妈 秦大美女也要继续努力哦 通讯娱乐 李佳报道